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印度 而印度打出的一条宣传标语称印度是亚洲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中国去印度旅游无需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 对这样的标语想必大家都充满疑问 印度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差的 我们哪来的自信说出这样的话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前段时间有一个印度姑娘到中国旅游 由于黄金陌生 所以她逛街的时候并没有和任何人有过多的交流 于是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不是说中国的土豪 为什么看起来都那么穷 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怎么会穷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其中的缘由吧 原来她在逛化妆品店时 发现了很多女性朋友 却很少有佩戴首饰的 偶尔有也是非常朴素的 在印度的文化中经营首饰 向面对一个家庭的富足程度 见到中国女性与佩戴这些首饰 也不专注的来不打自己 便自以为是认为中国妇女人都全都买不新首饰 仅凭一己之间就平都的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 是不是很可笑呢 在一些国家会议的照片上 我们并不难发现 印度女性经常会佩戴一些自以首饰 以显示自己富裕的身份 对于这种文化 我们应该选择公众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 每种文化也有诞生的原因 中华上下5000年形成的是 财富外露的泪脸含蓄文化 当和别的文化相遇时 我们应多多理解多多包容 毕竟他们并不被要求了解别国文化 但这件事情却给了我们许多启发 当我们到外国去旅游时 不应该根据外表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妄加猜测 更不可以嘲笑别人 相互理解相互宽容 才是最佳的选择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对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 有什么看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